今天又回到現場 看看我們之前一邊報導 一邊介紹的單位裝修是怎樣 這次是一個新居屋的屋本 之前我們也有講解它裏面做水電鋪磚 或是有甚麼特別款式設計 我們就接近起貨 我們在執修前再來看看 看看有甚麼要跟進 還有看看完成的作品是怎樣 其實都是一個基本步驟 我們有很多訂造傢俱 因為業主也有些東西想自己去買 或者訂購的 可能這些傢俱自己買到靈活走位一點 我們也訂造了一些必需要做的傢俱 待會我們介紹的時候會看到 通常我們進來都是留意幾件事 因為裝修剛起貨 還有些細微軟質物 例如掃口 油刷等等 水邊邊角角我們先清潔 清潔完之後 我們就看到哪些位置還有瑕疵 我們便會再去執修 鋪了地 日光時介紹了蜂木雲磚 其實看見都相當平整 不過掃口可能要再微細 可能要執修 因為裝修的時候弄髒了 或者有些位置比較淡 但整體來說 鋪磚的位置都很平整 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 這些位置做得很平 很低 這些位置做得平 可以看瓷磚的質素 也是師傅的手工等等 所以選瓷磚也要很小心 有時磚磚真的好彎 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很難做得到 還有掃口粉的顏色 前幾天也有些客人問 塑口粉的顏色好像差一點 我說是 那我就再配過 因為在我們做之前 通常我們會再問客人一次 這個顏色可不可以 我跟客人發照的時候 都發覺這個顏色不太好 所以我們都會換 我們會盡量去對顏色 除非你有些特別要求 譬如說我有某個指定牌子的塑口粉 可能它的顏色未能配合你的磚 但如果你說 其實我那個牌子的塑口粉也可以 只不過我想盡量貼近磚磚顏色 可能你的選擇會更多 這隻就是我們叫440 或者叫兩間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叫 它會有一間額外的梗房出現 多數在近頭位或者近尾位 近頭位就好放很多 近尾位我想很多觀眾都有發現 如果這間近尾位 你放在梳化電池是有點困難的 如果去到有那個情況 那個梳化電池對不正 或者餐桌也很難放 今次的單位非常好 它的梗房位在頭門 其實牌子的洞比較闊 如果你說特意做一隻梅 做這麼大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補一整個牌 但是有時候補一整個牌 因為這個牌子本身是原本大樓的結構牌 我們再補一整個牌子 其實有新舊牆始終會收水 所以有見及此 我們不想這裡這麼明顯出現的摺膊口 我們就在這裡做了一個櫃 其實有這個櫃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這棵是起一棵僵牆的話 其實這個新舊牆的摺膊位就會很容易裂 但如果我們做了一個櫃 其實櫃有一個收口可以遮住它 那個裂痕就會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好像一塊木板搭在前面 它就見不到裂痕 也可以整個一整體連貫 顏色上 或者也可以增加儲物 雖然我們說未必裝了很多東西 但也可以做一些小飾物 這個位置可以裝把傘 即是裝一些長條型的東西 裝傘也可以 那就是房門 我們把這個櫃連在這個 通常我們大廳做所謂的獅子櫃 連為一體去做 令它連貫一些 這個獅子櫃跟很多客人的想法都一樣 可能有個坐位 然後我們有些鞋的收納在裏面 我們這些傢俬通常都會用這種叫做沉板柱 沉板柱有什麼好處呢 沉板柱不會像以前那些沉板的那樣 做粒粒粒開 有時候會崩潰或者不對位 沉板柱整條放進去 你喜歡怎樣調高低都可以 這個位置做高身位 收入量都足夠 上面做一個深光 這樣到房間 房間 房間 這間房都市正的 其實放完床 放個衣櫃 到門後面還有一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都可以再放個書桌等等 所以其實這間房間都尚算市正的 最重要就是 可能這個位置不是很足夠一個深度 放了很正常深度的書櫃 但我想深度有400多 都可以的 做桌子寫下字 床頭邊我們 做了一個小小床頭櫃 因為 不想衣櫃好像在床隔離那樣 就是 躺在隔離的櫃頂著自己 所以做了一個很小的床頭櫃 還有呢 很多時候這個床頭櫃的位置是有用的 因為我們床頭控制 都會有些燈鍵 插梳等等 其實都預留的位置想放它 如果你有做床頭櫃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放在旁邊 又不會頂住你 否則你沒有床頭櫃 你把衣櫃拉過去 你的插梳燈全都在床頭上 就會比較有怪 這個客人因為床三尺 所以沒有做油的床 我們做為空床 看到是 外桶 做鐵板 整個屋都只是兩三個顏色 去連貫 木色 綠色 還有白色 三個顏色做連貫 很多時候人問我 大門可不可以移動 最好當然是不要移動 因為大門的顏色 跟走廊有關連 人家外面看起來 覺得它不是一個整體 無論你是私人屋圈也好 無論你是居屋也好 都不是太建議換的 當然 你有你的想法 你想換的 你可以去問你的管理處 物業的管理公司等等 但是我們不想動門那麼寡 可以怎樣做 又不想動門 又未必說 我想裝飾一下它 我通常會加快鋼片 加鋼片有兩個做法 一可以加在旁邊 一可以加在這個位置 加這個位置 要開電子鎖 那時候會比較麻煩 要開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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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快鋼片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裝飾的方法 其實你也可以改顏色 有些屋圈 門出來 是比較 米黃色 或者灰色 那時候 未必能配合到屋 我們通常都會油 只是油裡面 都可以 這個是一個 裝飾這個位置的方法 你看到我們對港機 都是裝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可以脫掉 可以拆出來再裝上去 但是 記住 事件不要搏錯 亦都可以請屋卷 那些 它有個指定的承辦商 去裝回港機 可以問屋卷 如何裝回港機 OK 明天